相信小伙伴们对于抽象画还是有所了解吧 有时抽象的作品也是非常的富有创意 这部国外的一位小哥就是一位抽象派的绘画爱好者 他先在画布上涂上一层白色的底料 接着在中间的部位用胶带纸粘贴出了一块须域 接着直接用许多不同色彩的颜料均匀滴在画布上 中间的部位则点上了蓝色的颜料 小哥用一个三角小刮铲均匀的将这些颜料涂抹开 同时用排笔将画布上方以及左右两边的颜料全部涂抹开来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在画布中间左右 两边是红色的颜料 而在上方则被紫色的颜料所占据 这时小哥将中间粘贴的胶带纸撕去 在中间蓝色的颜料上又涂抹了白色的颜料 均匀涂抹开后好似蓝天上飘着朵朵白色的云朵 在紫色的颜料上面又勾勒出一些更深的颜色 又用一个带有圆洞的卡片 在里面添上一些黑紫色的颜料 这样看上去更像一轮圆月一般 接着小哥又开始在画的下方涂抹上了一些绿色的颜料 继续用排笔均匀涂抹开 而且采用独特的艺术手法 这是仿佛一片绿绿的草地一般 最后小哥又对整幅画作进行了一些细节上的处理 又用黑笔画出了天文的外轮廓 这样一幅星月下的天文就制作完成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这里有更多精彩资讯等着你们 记得点关注不迷路哦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